今天高雄市的教育局呢 要發70萬份的口罩 這些口罩哪裡來呢 說是有這個民間愛心的企業家 低調捐贈 而這些口罩呢 主要是要發給高中以下的學校 這個教職員每個兩個 如果說是學校的護理人員 或者是警衛廚工 這些身份的話呢 則是配罰20個 目前是沒有所謂的群聚感染發生 那目前的話是都還夠 那台北已經有停課的狀況 會不會擔心學校這邊 或者說有跟台北的有接觸啊 什麼的 這個當然是會啊 但是我們就是配合指揮中心 跟局的一個指示 我們就是配合學校 一些政策的一個執行啊 不只說有這個口罩 甚至還有別的企業呢 是捐贈了這個防疫地毯 700多套 包含這個次律酸水還有涼杯 甚至呢 也有人捐這個口罩的內襯 來增加這個口罩的使用率 不過呢 大家外界好奇的是 這一次捐70萬 口罩這個企業家是哪裡來的 教育局低調說這個對方 不願意表明身份 但是有說 這個70萬份的口罩來源呢 是之前從這個秘魯進口的 現在呢 看到這個學校的防疫 似乎口罩又不夠用的情況 所以特地捐出來 希望呢能夠幫助學校的師爭 一起來對抗這一次這個武漢病毒的防疫 嗯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